记者黄嘉林高雄报道,来自全国各地的21位学员趁暑假期间参加高市文化局举办的已住戴户,老屋劳动营,今年课程强调修缮时做课程,时数占总课程时数一半以上,并安排学员每天要做30分钟的眷村社区清洁服务,爱护居家环境,又能强健体魄。 文化局指出,眷村是台湾有别于世界,十分特别的聚落,拥有独特的文化、空间、饮食及生活方式。 学员在眷村生活体验时,向眷村妈妈学习手作眷村美食最受欢迎,往西眷户来自中国各省,自然汇聚多元美食, 例如韭菜盒、葱牛饼、卤花生、酸辣汤、大卤面等,都是眷村妈妈热心教导学员的菜单。 劳动营更是体力大考验,学员们七点起床,接住打扫眷村环境,课程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,十一点就寝。 修上十座课程五花八门,包括和式小桌十座,建筑测绘,蓝染,养灰,沥水,道灰,门窗拆解,传统木门贴纸,砖墙修复,编竹像修复,乌瓦铺设,白蚁防制等,都是在学校或社会上少有开设的课程。 而且修上十座的运动强度也不输健身房,来自台中东海大学建筑系赖民燕,在网络上看到老屋劳动营相关讯息,就觉得十分有趣,再加上学校老师的推荐,所以毅然报名参加。 他说,在学校都是在纸上画设计图,而活动规划十座课程,还有将士现场指导,十分难得。